那我就直接开始吧 然后我是来自英特尔网络与边缘部门 处理软件方案的刘孝东 然后我们这一节的主题就是 在SPK里基于Ublock与VDU字 然后的用户态快存储服务 这一节也是关注到有那个朋友们 其实并不是工作在这个云原生的基础设施 也不是涉及到存储方向上的朋友 所以在这里我会跳过PPT里面的一些繁琐的细节 然后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次的分享 然后让朋友们能够即使不熟悉基础设施 也不熟悉存储的朋友 然后在后面当你做一些容器存储方案的选项的时候 也能知道它背后的一些基础远近方向 也能知道它一些背后的运行过程 我们首先看一下目录 第一个的话是关于我们这个工作的背景与动机 这里会说明容器对存储的需求 以及明确下用户态快存储服务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接下来的话其实就是关于存储方案与当下需求 所以所需要的新型设计里面的一些比较 因为传统的可用方案 它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的优缺点 那么基于目前的需求 我们应该需要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样一个存储的协议站设计 来满足现在的这种容器需求 第三部分的话 是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两个 已经出现了新型的存储方案 它们分别叫VDUse和Ublock 然后是SBTK在这两个方案上面的一些 进展和知识情况 最后就是我们关于VDUse和Ublock 这两个方案的比较 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 其实是有不同的优劣势的 我们其实这也是一个 已经持续了几年的一个眼睛方向 那就是语言声和容器 它们已经是当下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然后也是目前最流行的发展方向 各种各样的应用的话 其实都已经迁移到 或者说正在往这个容器 语言声方向去做迁移 比如说最初支持的应用都是一些Stateless 不依赖之前状态的一些无状态应用 再之后是很多运行期对运行数据 有依赖的State소应用 甚至到现在一些企业机的应用 然后也都在往这个 语言声环境上面切 也就是语言声上承载应用的 类别越来越丰富 那么它们对这个存储的需求 也是越来越迫切 因为有的应用它需要一定的 暂存空间 然后来满足它对一些 临时数据的存储需求 还有一些 很多很多有状态应用 他们都其实是需要一些 持久化的数据券 来把他们的数据持久化下来 SBTK作为目前一个 非常被广泛采用的 一个开源的用户带的 存储解决方案 那么近几年来 也是被频繁地问到 我们有没有一些 那个容器的解决方案 可以对这种云云生做到支持 那么可能关心上层应用的朋友们 也许并不熟悉SBTK 但是一些流行的开源存储方案 比如像OpenEBS LongHall 还有一些商业的容器存储方案 他们其实很多都有用到SBTK 来作为他们的一些存储引擎 去构建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那个背景和动机环节 一般来说 给容器用的存储 然后他们的都是由内核直接来做提供的 但是呢其实也可以看到 最初的时候也有一些 那个用态的demon 他们有时候也会去伺服本地的 那个IO请求 比如说我现在画了这个图 它其实是一个那个NBD类型的方案 然后我们有一个NBD的一个demon 然后呢它通过内核的NBD driver 可以给那个本机上其他进程 呈现出来一个NBD类型的块设备 那么容器用的话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NBD的块设备 然后来发起IO 同时让后端这个 这个在同一个机器上的 这个存储服务的进程 来给它做一些服务的满足 那么为什么会有需求 需要让用户态的 存储服务软件 来处理本机上的IO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些 本来在内核里面的IO处理 都要挪到用户态里面 这其实就是因为 目前在现在的这种系统环境里面 对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用户态的块服务 它的那个好处是在于 第一个是灵活性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那个后续 我这个软件 这个服务软件 它有任何的那个升级需求 那我通过用户态的话 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地做到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 就是稳定性的支持 如果我们这个存储服务站 它在内核里面 然后任何软件 它其实都会有bug的对吧 即使是那个一个小的bug 在内核里面一引发 其实都会造成我这个 本地这个机器 然后就可能就会直接crash掉 但是如果我是在用户态 那么即使我这个服务进程 它有任何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影响面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也是用户态的一个优势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先把这个 如果要说到用户态 块存储服务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奇异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先明确一下 我们这个块存储服务 这里指的就是 这种由用户态进程提供的 块存储服务 经过了一些内核里面的driver 然后提供给本机的其他进程 去做使用 但是呢就是刚才提到 用户态存储服务的优点 但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缺点 那就是它的性能不好 这里举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 那就是我们可以给它来做 货币兑换的一个类比 就比如说假如我要出国旅行 但是我只有一张银联的信用卡 如果我要是去了 支持银联的国家去玩的时候 我其实是不用做任何货币兑换的 我到了它那边 我需要买什么东西 我直接刷卡就好了 然后这里面不是到货币兑换 这就像是内核的块存储服务一样 没有任何的拷贝的需求 但是呢如果要是放在用户态 这里面就会像是 我要去一个不支持银联的国家去旅行 可能我有一个比较繁琐的方式 那就是我需要首先在我们国内 然后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 这是一次货币兑换 然后到了当地不支持银联的小国家的话 我还需要再把这个美元兑换成一个当地的货币 所以这一次又是一次兑换的过程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的那个用户态的拷贝 用户态的存储方案 它实际上的数据拷贝是一样的 它会有两次那个显著的数据拷贝 那么在这里我们至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在这个货币兑换过程中的话 我如果在国内可以直接把人民币兑换成 当地那个小国家的货币的话 那其实我就可以只做一次兑换 我后面的话就不需要到那个国家再做额外一次兑换 那即使这个就是我们一些新兴的存储方案 他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除了刚才提到NBD之外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几个网络协议 然后被用在去支持那个用户态的快存储方案 比如说这里说到这个iSCSI iSCSI target的话是可以让那个host和存储控制器 通过那个标准的IP网络 然后来传送SCSI命令 在这的话我来解释一下这里面几个存储比较相关的词吧 因为我怕担心有些那个朋友可能不是很明白 SCSI就是过去我们硬盘它所用到的那个命令格式 它是在连接主机和那个我们之前硬盘那些擦擦线之间传输的命令 那么iSCSI也是顾名音思义 就是IP加上SCSI 就是说让SCSI命令运行在IP上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有一个那个target 然后下面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个initiator 那其实这个target和initiator的话 其实是在存储领域里面 也用传统下来一个词 这是在企业级存储里面出现的一个词 在SCSI这个协议里面 它其实是把那个server端 就是那个就是我提供服务这一方 它把它叫做target 然后呢在那个client端 它其实不叫client 它把它叫做initiator 那么在那个后续就包括NVME也好 在在SBTQ里面其他的服务 它其实都会沿用这个命名方式 那就是target和initiator 所以后面如果朋友们在那个做一些技术选行的时候 然后他告诉你这是什么什么target 什么什么initiator 那你就需要知道 哦这个是什么什么的server 这是它的那个服务进程 那个是它的那个client 是它的那个就是需求方 host方 或者是计算节点方 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刚才说到SCSI是跑在IP以太网上的嘛 所以为了要支持那个本机服务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TCP的loopback模式 那么这就其实是一种运回的方式 能够让那个运行在就是本机用户态上的 这些那个存储服务进程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回环TCP 然后能够伺服本机 在那个OpenEBS的对在OpenEBS还有Long号的一些那个原始版本 它其实就用到的是SGASI然后来伺服本机的存储服务 那么SGASI它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这里可以以这个SBDK的SGASI target做一个那个解释 首先就是单纯从这个Initiator这个driver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不支持MatiQ的 而MatiQ的话其实对于现在应用的话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需求 那就是如果我要只有一个Q 我有很多容器它要同时去发L请求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容器它们请求是要去争夺这个Q 另外的话就是不同的应用 它们的请求放在同一个Q里面的话 也会造成互相的那种干扰影响 第二个的话是在那个SBDK本身 因为在SBDK实现的时候 它其实这个SGASI target它是基于Session去做的 但是并没有做那个CPU core的scaling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对本机就是做一个S target 那么我其实只能那个就是用一个CPU core来支撑 整个机器所有的那个IL请求 所以它在这方面会遇到一个单CPU的一个瓶颈 最后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那个信用卡 或者级连卡那个例子一样 就是它的那个会有多次的那个拷贝 所以它的性能不好效率不高 再接下来的话就是NVME over TCP 那这个的话它和那个SGASI其实是特别像的 本身那个NVME over TCP 它其实是把这个NVME的命令 能把它那个端到端的传输在那个 基于IP以太网的这个SERVAL和CLIM之间 但是呢这个NVME over TCP 它要是去支持那个这个容器这种块服务的话 它也是需要用到这个TCP的回复模式 也是一种迂回的方式 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没有现在这些新的方案的话 那可能至少在我们社区的话可能推荐的用的方式 那就是使用NVME over TCP 用SBDK的NVME over TCP的target 那么它的话首先是一个被那个整个项目会 那个非常好的优化掉 第二个的话就是具有那个CPU Core的scaling 也就是说如果要是容器请求 他们发的那个就是他们建了好多不同的kill 建了发送了好多请求的话 那么在SBDK内部它会做那个就是Core会从1 然后到N个这样的一些先进扩展 同时来支持我们就是不断增转这种IO需求 但是它和SCSI还是一样 那就是它的性能效率不高 本身就是还是基于SocketTCP那一套 所以还是有非常显著的那个拷配在这边 我们接着看的就是 如果要从SBDK角度看的话 就是以前支持企业机存储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分离式存储方案 比如说像NVME和那个SCSI他们的target 然后后续到了虚拟化时代的话 不是都是一些虚拟化存储吗 我们里面其实是有Vhost 以及有那个VFLUser的这两个虚拟化存储方案 那么对于像一些应用 他们可能会考虑像一些数据库 或者是一些feed的相关这种进程 他们会考虑把那个就是这种存储引擎 直接放到他们应用本身里面 那我们其实在SBD里面 它的那个BDEL层Blobs.层以及BlobFS层的话 都可以直接编辑到这个形成里面 但是问题就在这边出现了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刀效地去支持这些 那个普通的容器 这里面的话一个关键词就是 General Container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普通的容器 因为对于Kata容器来说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虚拟化存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Vhost 以及那个VFLUser来支持 但是对于普通容器的话 我们一定得通过这个Kernel 来做一次那个Io的转发 那么刚才提到 我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新型的 高效的这样一些 本机的快存储服务 来交换Io请求与数据 那所以对于本机的 那个快存储服务协议来说 它关键需求点的话 就是在于这几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Io请求的 那个Io请求与Io完成的通知交互 那么这里面的解释就是 如果要是我的一个Application 把它的请求 把它的那个Io请求 放到一个服务端进程 可以建的区域以后 那么这个Application 需要告诉我这个服务端 你看我往这放了一个请求 你要把它去处理一下 那么在那个服务端 服务端进程也一样 当我把一个请求完成之后 我需要告诉我这个应用端 我这个请求完成了 所以这里面的话 它是有一个交互过程的 当然就是如果要是 服务端和那个容器进程那边 他们都是以这种 轮循Poling的模式去做执行 那当然这里是 不需要做任何的那个通知 因为他们本身是不断去轮循 但这种方式的话 对于这种服务端 以类似于SPC这种进程 它是无所谓 但是对于应用端 我在这个容器里面 我要感觉的是效率 如果我要用它去做Poling的话 那显然是一个不合适的方式 第二的话就是 怎么样去让这些数据 传递过程中的话 可以再少一些数据拷贝 那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希望它 仅仅做一次的拷贝 然后来屏蔽 至少这一次的拷贝的话 是可以满足内核 对安全上的需求 最后的话就是关于一些系统 现在系统的需求 那就是关于热升级和热恢复 这里我解释一下热升级和热恢复 热升级的话就是指因为我们 开发一个服务进程 其实是和我们应用进程一样 它不可能是在第一开始 第一阶段的话 就能把所有的需求都满足 把所有的feature都加上 所以说我的这个服务端进程 它的那个功能 也是逐步去演化出来的 然后如果我要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 我是希望在我服务不中断的情况下 我能够让我集群里面的每个计算机点 都能把我这个服务进程 新的版本更新上去 这个就是热升级 还有一个就是热恢复 还是说到就是任何软件都有那个 就是隐藏的bug 如果要是因为某些那个原因 把这个bug除发 我这个服务进程挂掉了 那我希望我能够很快地 把这个服务进程再次拉起 这样的话就是 它可以继续去伺服我前端的应用 那么对于我前面这些容器来说 我感知不到你这个服务进程的挂掉 我可能看到就是突然有那么一下子 我这个服务请求好像慢了那么一点 那这个是关于对于现在 就是现在系统的需求上 然后对这种新的存储协战 存储协战的一些那个需求 那怎么去满足就是用户态协战 对这方面的需求呢 那我们就是那个比较了一下 那其实是有这样几个关键的一个 几个点 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 我这些IO请求和IO完成的话 他们交互应该是基于这种 这种对列方式来做交互 来做交互 这样的好处是在于是 我可能一次通知的话 就可以去通知就是另外一方 我这边是有一批的那个请求 或者完成已经已经好了 所以这里面可以做到一个高效的批处理 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数据的那个传递 如果要是在服务端和应用端之间 能够做一些那个内存映射 那么的话就是其实在两方 包括内核之间只要把这个内存映射做好了 那可能就不需要再做额外的内存拷备了 第三个的话其实是关于怎么样能够把我这些IO的命令和 IO的请求命令 以及完成能够就是以一种高效的方式能够做打包和解包 因为所有的命令它其实最后就像我们做那个那个GRPC一样 它其实都有一个线形化和非线形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第四个的话就是那个如果我这个服务中断了 我能够给它做容忍 然后同时呢也能给它做恢复 那在那个近一两年的时间内的话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在那Linux内核那边的话 确实是演进出来了两个那个就是我们可用的 就是这种新的那个存储块服务站 一个的话叫做那个Videos 另外一个叫做Ublock 我们先从Videos看起 Videos的话它其实是那个VDP device in user space这样一个缩写 那么如果我在这边解释这个VDP可能会更那个就是啰嗦一点 所以我们直接去解释这个VDP它是个什么样东西呢 它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WorldIO设备 它是实现在一个那个硬件上面 比如像IPU卡那它就是一个VDP的设备 那么VDP的话它就实现了一个 一个方式那就是在用户态我可以用再用软件去模拟这样一个本身应该由硬件来实现的这样一个设备 主机就可以看到了一个它就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物理设备一样 所以它这样做之后这个WorldIO block设备 表现出来就是从通过Videos然后呈现给主机 那么Videos它这个driver或者它这个后端期程所做的所有这些服务的话 是可以完全去沿用 已有这些WorldIO整个生态里面的这些driver的 所以它有着通用的那个WorldIO的数据通路 它的请求的话是通过WorldCue去做传递 它的那个数据拷贝在这里的话有点不同 那就是通过一个软件的LTLB 把那盒PageCache里面放置的这些从运用过来的这些请求 然后去拷贝到一个BounceBuffer里面 而这个BounceBuffer的话又会被这个WorldIOsBankin的 就是这个后端的我这个用户态进程去映射下来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可能只有一次从PageCache到BounceBuffer的拷贝 而BounceBuffer从我这个用户态后端就可以直接去取直接去用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WorldIOs它是从那个2021年 然后被BounceBounce提交 应该是很早 应该2020年可能 我想想可能就是20年时候 开始已经有那个最初的一些Page进去 Page提交出来 然后经过了多伦的review 可能在那个2021年的时候 在Linux5.5的时候开始 逐步的去拷质到Linux内核里面去 那么这里还需要再提一下 那就是WorldIOs的话 它后面加了一个UterSpaceMemory 就是用户态内存的注册这样一个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的话就是对像SPE这样 这种用户态的块服务 就是非常友好的一个过程 因为像一些NVME也好 RDMA也好 这种用户态 这些设备的那个用户态 Driver的话 它是需要能够访问 我这个进程需要访问这种内存的 但是如果要是按原来 这个VDU的它做MemoryMap的时候 这个BunkedBuffer其实是由内核 然后去申请分配的 但是有了这个用户态的内存注册功能以后之后 我就可以把那个类似于SPEC这样的一些用户态的 它自己的内部的那个内存注册给内核 然后去使用 这样的话 其实功能就可以帮助SPEC去构建一个非常高效的这样一个数据通路 来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用户态的一个存储站出来 所以这里也是感谢一下 从字节 永吉和那个Red Hat Jason 他们的那个帮助来把这个功能加进去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前面的话我想直接跳过 最后就想说在性能这方面 因为SPEC videos这个后端的话 它其实是和Vhost是一个基本上类似的一个工作流程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话 它的性能其实是和Vhost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单号的性能是非常高的 每个号的话 应该是可以达到100万到200万的这些LPS的处理能力 再往后的话是关于那个Ublock Ublock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基于Urun的这样一个通用的 它自己给自己命名的话 就是一个基于Urun的一个通用的用户态快设备 那么它的那个就是设计 或者是那个实现初衷的话 就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的话 它就是目标就是给这个云渊生的存储 或者是分布式存储 提供一些那个本级的快存储设备的接口 第二个的话 它就希望我这个设备是一个 我这个站的话是一个高性能的存储站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本身已经有了好几种不同的存储站 存储协议站 如果我这个性能不够高的话 那它其实就没有必要出现 接下来再往后的话 就是这个Ublock它是希望 我这种设备类型的话 它能够支持多对列 那为什么这里面会额外会提一下多对列 那就是因为有一些的那个存储设备类型的话 它可能是在某几种的那个 就是某一种单打 就是比如说是我可能就是那种 负载发起端可能就是一两个进程 在这种特定条件下的话 它跑出来性能比较好 但如果要是它的那个 客户端比较多 那可能会出现一些竞争和干扰 它的性能反而会降低 但是支持MaticQ之后 然后它在多种不同的场景下 它的性能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体现 那所以它是需要支持MaticQ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很明显 就是它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所有的 块IO的处理都放到那个用户态里面 那这也其实也就是一个整个业界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那么Ublock的话 它其实是在2022年年中的时候 就是中间的时候 然后是被那个Red Hat的那边提出来 然后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从Linux 6.0开始 然后合入到那盒里面 这Ublock特点的话 刚才也说到 它是基于IoU run的 那所以它的那个 比如说设备的初始化 然后设备的那个查询和配置 其实都是通过那个IoU run 去做那个device的那个configure的 然后呢 它的那个Io请求的 Io请求和完成的交互 也是通过IoU run 它的那个数据的拷贝的话 其实也是通过 它的数据拷贝的话 那其实在那个内核里面的话 也是只有一次 那就是从那个 也是数据在PageCache里面 然后拷贝到由这个用户态 它提前分配和预天中的这种buffer 然后去做 这个的话其实和VDU 是有一点不同的 那就是说 我这个用户态的那个driver的话 用户态这个存储服务端的话 我需要通过IoU run 然后以这种IoU run的命令的话 把我可用的这些buffer先提交 先预先提交到这个内核里面 去给这个Ublock去使用 去放置那个数据出来 那下面这个图的话 就是从那个我们的这个 SBTK的Redmi里面 然后那个核贝出来的 它就是说整个Ublock的话 它其实分为这么几块吧 整个Ublock Framework 第一个的话就是 它需要有一个Ublock的driver 比如说在那现在坑里面 它的名字就是Ublock.rv 然后呢就是 我还需要在用户态里面 有这样一个服务端进程 那SBTK的话 在这边其实就表演 就是一个服务端进程 那在SBTK里面 我们给它的名字就叫做 SBTK Ublock Target 也就叫SBTK的Ublock服务端 那么前端这些 所有的workload的话 其实就是对应在 我们原生场景里面 这些容器的那个应用 他们如果要发起 这个所有的IO请求的话 都会通过Ublock这种块设备 然后经过Ublock driver 然后给到我们SBTK这个target 然后去做处理 那这里有一点 需要看一下 那就是在那个Ublock 它的那个设备类型里面 我们可以在这个DEV目录下面 看到了它的那个 那个前缀是Ublock B 1234567往下 然后前面说到那个VDUZ的话 它体现出来的话 是WaterwareIO设备 所以它的那个设备类型的话 是DEV目录下 VDA VDB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那个VDUZ 是一个Ublock它的那个IO处理的过程 那在这边的话 其实是考虑 它是给一些那个后续 就真正做这方面的人 然后去了解这边 所以在这里我可能就会 把它先那个跳过 它的这个处理过程 那后续我再说一下 就是关于SBTK 在那个Ublock和VDUZ 这两方面的一些那个 开发进展吧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SBTK实现了一个Ublock Target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高性能的 这样一个Ublock的Server 然后可以给那个云原生环境 或者是一些那个开源也好 或者商用的这种云原生存储方案 可以去用着这样一个存储引擎 那么从那个今年2023年1月份 这个发行版的话 SBTK Ublock Target的话 已经是那个作为SBTK的应用之一 然后发布出来了 而且在那个就是 这里面会提到一个no dependency 那就是说 因为Ublock它本身 它其实只对IOU Run有那个依赖关系 所以它对其他所有任何的那个 模块也好 Lib也好 都没有什么其他依赖关系 所以它在SBTK里面 也是与SBTK其他的模块的话 其实依赖关系也是很小的 没有的 接下来就是 因为Ublock这个Driver 它其实是那个提出来的野块 合入的野块 所以它有很多方面的话 其实考虑的并不是特别完善 所以现在的话 它也是在不断的那个去 去那个改善自己 所以SBTK Ublock Target也一样 然后也是跟着内和Driver 它功能的不断完善 然后我们也不断去完善 我们这个Target 比如说 现在的话 那个Driver里面已经有了 User Copy 以及Get Feature 这样的一些那个新的Feature进去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 然后把这个User Copy 和Get Feature 也同时支持起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 这个Recovery Feature的话 也是正在进行中 最后的话就是 Ublock它的更多的信息的话 尤其是关于SBTK Ublock的话 其实可以反应我们这个网页 来或许到 怎么样去配置它 怎么样去使用它 以及它的一些那个 使用的一些那个推荐方式 接下来的话 就是关于VDUZ 在SBTK里面的一些进展吧 就是我们其实在 更早之前 然后就已经评估了VDUZ 然后也得到了一些 很好的一些 那个性能出来 但是呢就是 当初前面 其实我们在代码层面上的话 还是一个那个 概念验证的方式 然后这个蓝色的链接的话 其实还是我们那个 POC的一些 那个PES的地址 之所以为什么没有把它 那个 现在还没有把它 合并到SBTK的主线里面 那其实就是因为 就是也提到了 VDUZ的话 它其实对整个 WorldIO这个生态的 它是有依赖关系的 而我们其实实现的 很多功能都是需要 去依赖DPTK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它有一些 DPTK的这种 这种 酷函数的这样一些 依赖关系 而且与Vhose里面 会有一些复用的代码 所以如果要把它放到 这个主线里面的话 首先就需要去解决 关于那个 DUCTK的code 然后以及这个 Library的这些支持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 之所以没有做Upstream 就是在卡在这边 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 预见到后面 我们会有更多的 这些进展 去把它Upstream 到主线里面去 因为现在的话 在DPTK里面 这个VDUCT的 那个Library 已经完全合并到 那个DPTK的 Vhose里面去了 在那个前不久 对不对 DPTK Summit的话 DPTK Summit上面 Red Hat的那个Maxim 它其实是有一个topic 就是它其实就在讲 它已经是把 这个VDUCT的功能 已经在 DPTK里面 已经做好了 那么 基于现在的这样一些 那个VDUCT和 Ublock这两个 Target的 那个功能完善 我们其实在 SBK内部的话 就是已经有一个 更加完整的 这样一些 那个可选项 也就是说 SBDK在支持容器的 这种本机服务上 然后现在可以有 多个可选项 供大家去选择 然后尤其是 现在新出现 这个UblockTarget 以及后上 后去马上就会有的 VDUCT 还有就是我们 其实在 那个就有了这个 VDUCT和Ublock以后 再加上NV M1 OVTCP 还有SGOTI 其实SBK已经是一个 非常足够好的 这样一个数据 数据的通路引擎 然后来帮助 那个容器存储方案 去构建一个 高效的 云渊生块存储服务 接下来的话 是关于那个 就是VDUCT和Ublock 它们之间的一些 那个特性比较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关于VDUCT和Ublock 它们的那个 软件站 刚才也提到VDUCT的话 它是依赖于一个 非常好重的一个 VDUCT和VDUCT的 这样一些 依赖关系和 Driver关系 所以说 从上到下 如果我要把 这个VDUCT的 这个功能用起来 我需要加载 好几个不同的 那个 内核驱动 从下到上的话 那就是 那个VDUCT的话 再去支持VDPA VDPA再往上 还有一个VDPA VDPA总线 VDPA的话 再到VDPA上 然后WaterIO的话 给这个内核看到的话 就是呈现出了一个 WaterIO Block 这样一个设备 所以它这里面 会依赖 多个内核驱动 但是Ublock的话 它就是非常轻薄 它的依赖关系 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 它是自包含的 如果我要去用它的话 我只要加载一个 Ublock Driver Ublock DRV 这样一个内核 Driver 那我其实就可以去 去启动 我这个后端了 所以它仅仅是依赖 IOU软 那么在那个成熟度上 我们去比较它们的话 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首先就是 那个VDUZ 它其实它的那个代码 整个review的过程的话 也是比较漫长 所以它的那个代码质量 至少我们看来的话 是更高的 它经过了一个非常严格 而且也是深思熟虑 这样一个review和修改的过程 然后呢 在那个字节里面的话 它其实也是经过了 非常多的一些 大规模的生产环境的验证 所以它的那个可靠性 也是值得信赖的 然后最后就是 因为它在2020年的话 就已经被提出 然后从2021年的话 就已经开始被摸制 所以它的那个 就是在内核里面 它的历史相对也要更长一点 但是对于Ublock来说的话 因为它是在2022年 就是年中间的时候被提出 但是很快的话 也可能这个review过程的话 也并不是特别长 所以它 它摸制也很快 所以在2022年 还没提出的时候已经摸制出来了 但是呢 它还需要更多的workload去做验证 因为本身 就是maintainer把它合进去的时候 也是其实是 就是没有经过很多的这种数据 或者是一些那个就是 就是序复方使用方的这样一些反馈 就已经把它合进去了 所以说如果要真正把它使用起来的话 还是需要提前做更多的 这样一些那个测试环节 然后就是 就是还是说到Ublock 因为它是比较轻薄的 所以说如果它要是有一些功能的那个 波板上或者是哪里是有bug的 它其实序复起来也是比较快 要支持起来也是比较快的 再以后就是Ecosystem 因为VDOS的话 它是有整个的那个 它是由那个它嵌在word.io里面的 所以它可以使用完整的这样 它可以使用完整的word.io的设施 然后如果要是以后需要支持这种 FS这样一些语义的话 那我其实非常容易的可以把这个 VDOS类型的设备 然后扩展到那个 其他的word.io语义里面 比如说像文件系统这种语义 但是对于那个Eblock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兼容在那个Linux block层 然后以及IOU-run的设置上面 所以它可能对IOU-run的设置 兼容性比较好 然后它仅仅是 是给那种夸服务做的设计 所以它应该 不是很容易能够扩展到 其他的存储类型里面去 但是也说到 它是完全基于IOU-run的 所以说如果要是在IOU-run里面 有一些新的feature 或者说这个Ublock 它自己需要加一些新的功能 或者是命令定义 那它其实这个灵活性是更高的 因为它没有依赖关系 再以后的话 那就是考虑它们的兼容性 还是一样的 就是Wertel Block的话 本身其实是在多种不同的环境里面 然后都有去使用 比如说在虚拟化环境里面的话 我们买一些虚机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 是有一些Wertel Block设备的 如果我要买 就是现在比如说是阿里云也好 或者其他云公司也好 他们不是会卖一些 裸金属服务对吧 然后它下面的一些神户 其他IPO卡的话 它其实也会给你呈现出来一些 普通的Wertel设备 所以说在裸金属也好 在虚拟化环境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一个Wertel设备 那么在容器里面的话 我还是可以同样通过Wertel 给这个前端进程 前端这些容器进程 然后给它们看到Wertel类型的设备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已经有一些应用 然后它是跑在一些传统的 那个就是虚拟化环境里面 跑在裸金属里面 同时我还需要签一部分上云的话 那其实使用VDUs的话 对我来说这个兼容性更好 因为本身所有这些 所有的这些设备类型 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看上都是VDA VDB这样类型的设备 但是对于Ublock来说的话 那可能只能是在这种 面向于原生这种环境里面去用 如果我要是在虚拟机 或者是在裸金属里面的话 那可能我是用不了这种设备的 我对它兼容性可能就比较差了 再以后的话 那就关于它们的效率和性能 然后也提到VDUs的话 是基于WordCue和SharedMemory Ublock的话是基于IOU论和 那个就是提前运天充的buffer 所以他们的话 其实如果要仔细追求起来 他们的其实整个机制 还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去观察他们的性能 我们就确实也发现 就是Ublock的性能 确实是要比VDUs好一点 如果在考虑整个机器里面 CPU使用率的时候 但是如果要看内核的邮件列表 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些人会提到 就是他们跑下来发现 Ublock它的性能的话 是VDUs的2到3倍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跑下来的话 是比较夸张的 也就是说Ublock它的性能好处 也就是高那么百分之几 而且基于现在这个差距的话 从VDUs那方的话 我们也是知道 其实VDUs它也是不断地去改善 自己的一些限制能把这个性能提出来 比如说他们在区间的时候 也把这个IRQ的回调 那个Affinity这个功能加进去 然后性能也提升了很大一部分 再接下来的话 就是和那个SBD一些互操作性 这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总的来说的话 VDUs它的那个互操作性会更好 因为单个SBDCAL的话 能够达到一些极限性能 就是单CAL一二百万的LPS 但对于Ublock来说的话 因为它就是这个数据拷贝过程的话 它其实是在SBDK上下文里面 那SBDK就因为这拷贝的这样一些限制 它的单核性能的话 那可能尤其是跑那种4K 这种IO请求的话 那也就是到那个600K 但是呢 如果要考虑整个的这个CPU的 整个机器的CPU使用率的话 那可能VDUs还是要稍微好一点 最后的话结论呢就是 Ublock和VDUs它其实都是新兴的 这种Quart的存储协议站 那来提供这种用户态的Quart服务 尤其是对SBDK这样的应用 它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在SBDK里 Ublock和VDUs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 那个性能和那个开发收益 那尤其是在 尤其是在和之前的SGazit和NVMF相比 同时呢就是对于Ublock和VDUs来说的话 他们很难去定论哪个好哪个坏 他们显示出了各自的各 他们显示出各有的一些优势 所以也是希望云原生存储的一些 关注者或者开发者 在选行那个数据引擎的时候 能够根据我们刚才说到 这样一些不同的那个好处 来选择更合适的一个方案 来做应用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结束了 好 你好 我大概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关于这两个就是VDUs和Ublock 我刚刚看到是VDUs背后 其实是自己也在 并且有生产环境做验证 对吧 但Ublock这边的sponsor是谁呢 有这样的案例吗 就是Ublock的就是首先发起者的话 也是在Red Hat 然后他的那个就是额外sponsor的话 其实在阿里云那边 阿里云的话有内科团队 然后也在网网里面做一些提交 但是从他们那边反汇来说的话 他们也觉得目前就是放到生产环境里面的话 可能还需要再做更多的验证 因为本身还是缺乏一些生产环境的验证 而且他的功能也确实还是在不断改进 就是我们其实SBK这边 我们在就是比如说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 也是发现那个写着写着发现突然怎么会问题 然后发现原来是有bug 我们还帮他修复了几个bug的在那个Ublock上面 对 OK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可能跟整个SBTK的这个BW或者这层有关 就是我们在这一层上 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可观测性的一些 就是真正把它比如说做成一个产品 然后我们肯定想更多知道 比如说我们在Kurton里面 我们有这种IoStats 能够看到这些性能统计数据 对 做一些chasing的东西 对吧 但是SBTK这边的支持现在就是有计划或者是 其实是关于如果要是比如说单看每个那个Block的这样一些统计数据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RPC的 我可以直接把每一个不同的Block设备 他们的那些那个就是那个Io统计信息可以把它拉出来 然后在做QS的时候的话 其实也有一些QS设置 可以设置说这个Block设备 他可能支持的那个那个Io的吞吐或者是LPS最大能够到多少 另外一个的话如果要是考虑单纯SBTK里面他们的真实的CPU使用率 因为本身SBTK是Polling的嘛 如果我们直接通过Linux Top去看的话是100% 但如果要是想去细究里面 我可能某一部分它的那个这样的使用率是多少的话 其实可以通过SBTK Top去看 或者直接通过RPC自己去把它那个Profiling出来 我们这些数据其实都是可以把它导出来的 了解了解 就是还是就是通RPC来来那些数据来来做统计是吧 对对 了解了解 好的 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 我有问题 你好我想请问问题 就是这套用户态的那个存储的解决方案 是有一个在用户态一直运行的进程来运行是吧 对的 那我有个问题就关于这个热升级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这个用户态进程 因为某种原因挂掉的这段时间内 它的那个IO请求是没办法得到处理人 那对于这种情况是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 其实解决方案非常简单 就是尽快地把我这个挂掉的进程赶快把它拉起来 因为就是就包括就是这两种方案的话 他们其实都会只能说在那个就是专管本身的话 把把这些数据给你或者请求这些记录给你暂存起来 或者不把它丢掉 所以你快速起来之后的话 自己再把它捡起来再赶紧给它做个处理 OK那就是挂药过程中 如果这个IO请求就没有处理或者是丢掉的话 它其实是不会丢掉 它仅仅是在那边喷顶下去 然后新的服务进程起来之后的话 持续再给它把这个IO完成就好了 其实这个其实是和那个更多的是要和内核去做比较 因为如果你要在内核里面 如果它的 driver或者是内核里面那个就是实现了一个这种存储服务的话 如果它要挂掉之后 那其实那只能是卡死了就对吧 对对对是经常遇到这些挂掉的卡住的情况 对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把这种IO处理的逻辑 放到用红菜的这样一个原因主要原因 好的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pending的IO请求它是有数量上限吗 应该这个上限其实因为本身这两个这种方案的话 它们都是基于那种Q去做的对吧 所以说上限的话就是你的Q数量乘以你的那个Q的长度 OK好的谢谢 好谢谢 谢谢